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有網友說backdrop形但邪惡 我都沒有留意backdrop 現在你這樣說我就看一下 未算 這些都未算很邪惡 李龍基老婆未婚妻黃青夏認罪 就囚25個月 要求判9個月 但是法官就說不行 預期居留情況很嚴重 如果判得短 國內會有龐大市場 會被居民簽證來香港 執法機構如果不檢控不嚴厲地對付 那就會吸引更多人 駁一駁來香港預期居留 會影響到香港人的飯碗 這個法庭的裁判官還強調說 對國內甚至乎東南亞預期逗留人士 一視同仁你不需要強調 法庭本身就應該一視同仁 但是如果你說對大陸和東南亞都一視同仁的話 即不分親疏 這些都是政治不正確的 如果以現在的人來說 華製的人是瘋狂的 這個世界是瘋狂的 最瘋狂的就是我看 阿正不知有沒有看 現在美國的青少年和黑人 最後都轉了太 你真是否能夠相信 青少年和黑人 女性都支持特朗普 你有沒有搞錯 即如果去到這樣的 哇 我真的覺得這個地球沒得救了 特朗普這麼邪惡 都要看比例 都要說什麼 當然比例都不多 但是比之前已經多了很多 但是 都還有 已經有人說要準備定 就是 如果特朗普上台 公然在準備 說要怎樣對抗 反對 這樣其實不是半國 我真的覺得 即是你不服輸 你現在看到誰不服輸 都未贏 特朗普贏了 那些阻礙都大了 還是大了 我贏就行 我輸就不可以 輸打贏 你只是看到那些 歐洲那些 看了幾千字 那些 幾千字 中英文那些文章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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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 不斷地說探討 為何有益會抬頭 吵 你們好不好 第一 那些有益不是納稅 不是你們以前說過的 第二 因為你叫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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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人 你只是很簡單 你不要說什麼 你法國佬 吵 你只剩下四成法國人 四成八人 應該這樣說 六成是外來人 不要緊 不要做事 拿福利 每個都拿兩三皮 好了 然後他們自己那些 老實說 上一代 我真的這樣說 上一代兩代的人 還說什麼黑勤黑劍呢 新一代 吵 你老母沒有什麼 我做你老母 我長期 那個失業率二三十個巴仙 我做你老母 是吧 一定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全歐洲 吵你威湯呢 你寫一寫 什麼值得 什麼堪如 還要說這麼多廢話 最不能包容大外 就是你那幫左眼 包容不到其他人的意見聲音 怕任強權打壓 是啊 不是 最慘的 最慘的就是 他永遠是包裝到 可能有道德 還有有媒體 還有那些 吵你了 那些學棍 所以我 現在大家看看 吵你了 看回我2013年 出道的時候 講一句 後來中間我都懷疑了自己 現在我發覺原來我才是智利明言 就是 讀得書多的就是含家產 吵你了 只要讀得書多就是含家產 吵你了 吵你了 我中間懷疑我自己 現在我發覺原來我 吵你了 原來我陳祖已經 一動式世事 山就是山 水就是水 吵你了 被那些妖雲迷惑了我 最後我發覺山就是山 吵你了 那些獨奧猛妞 總之都是很簡單的 那些人還經常在爭辯 有時候我聽到那些所謂KOL 說什麼叫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這個民粹主義 總之他們就民主你就民粹 民粹 這麼簡單的 說什麼東西 對不對 好了 黃青霞 25個月 25個月呢 有得減下的假期放 我猜十七八個月 我猜 還押了四五個月 過多一年左右 李隆基 是怎樣 在聆訊期間不時釋淚 離開法庭時 並沒有停下回答記者問題 OK 但是 記者當然 就是問了些沒了 你現在覺得怎樣 那你要怎麼說 李隆基說 你們放心 我一定會娶她 那我也不懷疑 我們要怎麼放心 不是 首先就是 人家肯不肯嫁你 就是 人家有目的 是吧 現在的目的似乎 失效 或者人家會嫁你 就過來香港 做過貨新娘 都不定的 但是 我們一點都不在乎 這個是第一件 回上去住 這個是第一件 其實老實說 當然是回上去住 除非你說 阿基哥應該是上了案的 老實說 就算 就算你說 給那些老婆 那些 喂 你這樣年紀 你拿著幾個 你不要說沒有 那些真的賺很多錢 那在上面 就是中山 珠海 佛山那些很便宜 三兩千元租 喂 租有些七八千元 是成座 別野 就是別墅 外面有條河 你想多命 有這麼多樓 對不對 喂 不是呀 說說說 真的有空 啊 不如有沒有好處 我真的看有沒有上面的地產 喂 不如找我 因為我這麼厲害 其實我已經收到一些 MMH Finalize的資料 但是我覺得很不合理 然後我再跟我那邊聯絡 定一點 都還未official 但是如果 那個是接近 都大鑊了 因為你最少 就是 它有這樣 premium 消化 消化 消化都好像要擺 不記得 十五萬美金 十五萬美金 都呈求 你可以捉一半的 就是擺五十萬 到時再說 但是如果你說 我真的要去買奶 我也不肯去 不如我買一下碧桂園 不過碧桂園 可能會拿東西 可以拿東西 賣恆大 不用 其實我不知道 不用賣什麼 它有些現樓的 很便宜 很便宜 屌你 十幾十萬 三幾十萬 外面有條河 很便宜 即是你說 城國四 還有house 那你說 聽見不是 屌你 我不是在上面住的人 入到屋馬呢 那現在就不會了 現在這麼多惡 還有 還有 你說會不會 一些secure 見到你經常不在 或者以為你有錢 於是連同他那些同鄉 你老套 你兼殺你全家 我難說 但是沒那麼巧 我們 都是聽過十單八單 香港人在上面 那你居住沒有問題 李龍基 尤其是 青霞 他沒有市場 他從來都有過 他都沒有市場 之前還搭到雞排 也沒有 還送一些油畫 其實老實說 去那些人 是不是真的有 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怎樣攀籠附奉 向上爬 未必的 是見一步走一步 不過他那些人 喜歡認識一下藝人 認識一下政府高層 你看看款後 你看看那個款式 我還能夠 我現在 喂 鄧炳強 我先回覆一下 是啊 你回覆一下 你回覆一下 陳八呢 好了 這件事 真是很奇妙 我就不想 一下子 只要有警員 犯罪 就打死他 那個都不是 我們喜歡的法治 OK 真是一件事 看 這件事 是一件上訴案 來的 上訴 站委法官 郭啟安 就認為那個 被定罪的女警長 上訴得席 因為 他認為 上訴人 不可能 明知 混亂 會失去工作 和沒有長篷的風險 去犯法的 是 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因為我看了一段新聞 首先我再講多次 就算是警察也好 我們對警察有些看法 我們都應該逐件事看 幾粒理性 有時候 他可能真的會忘記 或者是甚麼 如果不是 那個都不是我們法治 逐件說 但這件事 其實那個案情 就只不過 他曾經 在這一個 地方 去做聯絡主任 在哪裏呢 上水圍大埔區少年警訊 會所閱讀室裏面 這個也是在工作的地方 OK 他拿了一些書券 在桌底拿 還要在桌底拿 那些書券 就不是說拿出來拿袋袋 又 拿了兩隻手指 USB手指 那之前的法官呢 就判他有罪 而判籌八個月 罰款七百元 但是這個 郭啟安呢 他的判詞 當然 他竟然是裡面涉及一些案情 但是上訴就不是打案情 於是他的判詞就是 因為他不相信一個這麼有經驗的警長 這個女警長 會冒處失去工作 和裁判的風險 去偷一些 其實就是這樣說 這樣的書券 或者那個手指 不合理的 他就用這個 各樣東西 就裁定那個警官得正 那我就真的 靠股真的不重要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沒有證人沒有情 靠股 但是 這個靠股真的很有趣 也會特別有趣 因為他跟著 我一會兒會講 他跟著 講的那些東西 我其實都會很懷疑 反而他講的那些東西 我認為他每一個動作 是很值得不懷疑 反而我認為他值得懷疑 你只不過是誅心說 哎 屌你老美 他做了這麼多年 不是這麼暗糕的 沒有理由的 不會的 如果是這樣的 那就是什麼 即公務員不會犯法 五十四歲那個警長 很多時候 這些 影人群體 也會轉正 不會的 他做了這麼多年警察 屌你老母 怎麼會找到長孔來搏 怎麼會 你找職位來搏 不可能的 他有錢都不會殺人 他放火 他這麼有錢 他有二千萬 怎麼會偷你兩筆東西 他其實是這樣 我反而覺得這裏 我真的很懷疑 那件事是什麼 斟陣陪不用坐牢 是啊 特首都做了 都在做了 要不要貪他一點點 我夠了 所以這個真的很奇怪 有時候 他覺得 當然 怎麼說呢 如果 如果 有疑點 我們的疑點 利益歸於被告 是合理的 但是他真的沒有疑點 就是偷東西 就是在證據確鑿 是啊 就是偷東西 看看是什麼 上水人 陳慧咸 47歲 被告在2019年12月21日 在上水圍大埔區少年警訊會所閱讀室裡面 偷取屬於女警長吳詠璇 兩支特有大埔區少年警訊字樣的記憶棒 你還要記住 這些USB手指 他不是說 在那個會所阿公用的 是屬於另外一個女警長的 貪心 哎呀我一時不覺意 一時不覺意都衰的 不知道多少人 OK 好了 8張50元的商務印書局的書卷 還有呢 偷了屬於聖羅男子 二十張一百元商務印書局的書卷 那那裏呢 二千多元書卷 上訴人 受審的時候說 他按法當日 就按著那個會的名譽會長阿譚建強要求 向會所的小朋友派書卷 OK 他幫忙派書卷 然後他把聖羅的書卷放入袋 然後就忘記放回原住 帶回家 原審法官就不信 不信他這個政控 那裏是財政的三項罪 是罪程的 好了 但是站委法官郭啟安 昨天判事就說呢 辯方證人 大埔區少年警訊 榮譽主席陳佩天 辯方證人 就是辯方證人 就說 被告是不會貪小便宜的 要說的 也都不同意 那如果他覺得被告會貪小便宜 或者不是朋友 他就不會找他做證人 也都不同意 會長 需要得到聯絡主任的同意 才派書卷 那 應該不用 會長呢 即是誰呢 即是他剛才出現過在這裏 那個叫 在原審的時候 被告說他是按 譚建強的要求 他向小朋友派書卷 這個證人就說 會長不需要得到聯絡主任的同意 才派書卷 但是原審說這一個 是陳佩天 即是來做證人的 是誤解 因為 為甚麼呢 會長 當然是需要在那裏做事的聯絡主任 同意 說是知識 他才派書卷 因為他們負責派的 有規矩 對不對 即是 那個做事的人 少年警診 越讀室 這個聯絡主任 這個被告 在那裏做事的 我會長 我是會長 我是不是這個 喂 阿正 麻煩你 我們要派書卷 這樣就要了 不想通 我自己去派嗎 你派給誰 還是怎樣 好事派 那為甚麼 原審法官就認為 這個是你陳佩天的誤解 因為 原審法官我覺得makes sense 很多 因為當然 你要招待你的同事 或者你要盯住他才派 那為甚麼 陳佩天 會覺得其實 不用通知他派呢 這樣就可以解釋到 因為他是辯方證人 解釋到 喂 就算他自己去派 都不是代表偷東西 好了 好了 但是這個葛啟安就說 你呢 說那個法官 原審法官 沒有考慮到大家誤會的可能性 因為 葛啟安就覺得 是他們誤會了 所以才出現了這個被告 去派書卷 因為派書卷拿走了 他又忽略了這一點 他們可以誤會 喂 他有做了多少年 我想問一下 喂 他可以做一個長時間的工作 他會誤會嗎 因為他要服 其實你給我看 怎麼看這件案 就是那個上訴法官 郭啟安 是想辦法放 在那個案情 實際的案情裏 給我感覺偏光 是啊 想辦法要放人 他要 即是等於公司有賣他籌款券 我套了 我套了 不問都不是套了 當然不可能 這些不算偷蝕文 不要說什麼了 譬如我們有些啤梨券 沒有問過我 你去派 派完之後 帶走 好 然後 法官說 嘩 你當然偷東西 就是那個官判 另外一個官方說 他們不排除 不會以為 不用得到啤梨的同意 怎麼可能 是吧 其實我真的很奇怪 好了 另外 他派書卷的時候 就發覺他臨尾的書卷 是在桌子底 在路地自拍到 在桌子底 數 然後袋子 他的解釋就說 因為有些小朋友 會出出入入的 怕被小朋友 看到那些書卷 會搶 所以在桌子底 喂 這個上訴法 就接納 我認為這個是合理 我屌你了 好嗎 我拿著一桌書卷 在那裡 你這幫生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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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來搶我 我屌糕你 他們是拆來的 是不是 屌你了 你以為是猴子生上的 那些猴子 小朋友不會突然搶你的東西 喂 我不行 你們不乖 今天派完了 都可以的 為什麽這個動作很奇怪 你問我 在桌子底 很難解釋 至於你說 他明知有閉路電視 他沒有想過 他知道有閉路電視 他沒有想過 為人看閉路電視 沒有人去追究 他想著 你覺得就算看 我貪小朋友 怎會告我 不是 直接不會看 因為這些事 都不會發現 書卷沒有數 我派了 派了 小兩個手指 我順手拿了 我問 誰會這麼在乎 這件事 究竟如何揭發出來 其實 很可能就是 就是兩個手指揭出來 因為 另外一個 什麼 吳衛蘭 還是吳永全 發覺 為什麼沒有兩個手指 問來問去 沒有人不認 他就看閉路電視 先揭發出來 都不定 但anyway 現在他就上訴得席 撤銷控罪 連續兩宗都是這樣 還有判刑 連續兩宗 犯法就是犯法 除非你是警察 偷東西 斷正了 又說他 接罰他 掛著兒子 你看看我掛著兒子 行不行 我想問 一屈症 就代表不記得付錢嗎 不是 很簡單 你看看其他案 你說可以不可以 是啊 好了 這件事就真的無謂了 所以喝酒就是仆街 喝醉酒就是仆街 之中是仆街 喝醉酒你睡覺 都沒有那麼仆街 喝醉酒你鬧事就是吳家產 老實說 最早鬧事已經是很差 就算不去到鬧事 去到我常常在街上 或者我模仿那些 條理大了 那些我都說得很煩的 就是你那些派對飲宴 走過來 飛哥 立伯想著你 好兄弟 好兄弟 你已經覺得好兄弟 你已經覺得好兄弟 死了開 是不是好兄弟 你是不是要打拳下去 好兄弟 好兄弟 這些無緣無故正達 好兄弟 是你老婆 走過來 兩杯 然後就 又說這樣又說這樣 有一些長奸 你說酒醉三分醒 你說酒醉 斷片會否 其實我都很懷疑 會有斷片 說你斷片 但你斷片前的事情 你不是甚麼 我點了一條女 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我和你做過些什麼? 我喝醉了,你老實說,大家喝醉過一下 你就算是,手腳很重的人很穩 你其實知道自己做什麼 當然,你醉了,強姦到人都佩服 因為很多時候喝醉了,你不懂得硬 很多時候都不懂得硬 你不要說什麼,喝醉了,你就是很硬 你兩天進去都會輿論了 所以不要緊,找Strong BB,沒有多少 迅速見效,只是150元,只是150元 Strong BB,OK 這宗大國罪案有多無謂 有一個女住戶,大童新村大衛樓 我當然很熟悉,我以前經常留大國罪那瓶吃東西 就是中蜜街,中蜜街,大國罪道那些 姓藍的女住戶,做廚師是33歲 咦? 有一個同齡的姓林的女朋友 兩個女生也是33歲 那個就做Sales的 一起喝酒 兩個女生喝酒,沒有所謂的 兩姐妹,是吧? 但是我不知道她知識怎樣 如果你看見兩個女生喝酒 如果你看見兩個女生 是比較容易熟悉的 但是如果你看見兩個女生 是比較容易熟悉的 是否更加容易熟悉呢? 始終就好像幫她打開話合子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 你是否要像以前的 我要說以前的 吳彥祖、湯振業 那些樣子 才可以無往而不利 還是怎樣呢? 因為我看電影的那些 真的很冷靜 在酒吧那裡 望著 望著而已 就走到後樓梯 一前後腳 或者過廁所裏 那些女生 那些女生 我從來沒有過這些經驗 無論在酒樓、茶餐廳 有時候 酒樓? 那個師奶? 不是說以前 我們小時候 你看見一個女兒很漂亮 你看看她 她又看你 你現在電一下她 梁朝偉這樣的眼 她又電一下你 但跟著我去廁所 沒有人跟著我去廁所 我看電影的那些 真的看著就有了 下次喝早茶試一下 不 我們找晚 或者就29號晚 我們承認可能9點10點 拉大隊到蘭桂坊 我人生去過一次蘭桂坊 就是2013、2014年 和阿朱天 阿卡卡路 冷髮系 去過一次游街 我沒有去過蘭桂坊 夜晚 我當然也去過 以前還去過 那些蘭桂坊有什麼酒吧 我都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不喜歡那些地方 好了 但我們今天29號很趁著 又去 你可不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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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姓楠的廚師 兩個女孩 還有這個姓林的兩個朋友 好了 因為姓楠都喝大了 她的朋友姓楠 林小姐就送她回家 當我們去到愛華街 大同新村 大衛樓 即是 藍小姐樓下的時候 兩個人因為 藍小姐喝酒 就吵架上來 不喝得 不要喝那麼多 有時候會這樣 醒啊 好不要 回家了 之類 好了 於是藍女 露氣沖沖 不跟你說啊 你可不可以看 類似這樣 進去 進去大廈 保安伯伯 就主動開門 給藍小姐 接著 藍小姐進去 林女就想追上來 可能見到她這樣 屁屁屁屁 或者吵架 或者吵架 跟她什麼 就進來 保安很自然見到你一起 就開了一條門 就給藍小姐 很正常 為什麼呢 你看見那個住客這樣 開了一條門給她 誰知道 男女就說 你幹嘛開門給她啊 就是那些 於是 就遷怒到這個藍伯 這個藍伯呢 85歲 85歲 就康奸都慘了 好了 真是屁屁屁屁 香港 好了 誰知道不夠 不夠啊 她還不斷打你 白的頭 雖然 男女 33歲 女生 你年輕 好 阿伯昏迷不醒 林小姐見狀 衝上前 想制止 都制止不了 打起來 只有報警求助 救護車來了的時候 說墨伯呼吸停笨 好在 都叫做 立即跟她 不知心愛 還是怎樣 可以恢復脈 和呼吸 但是情況 暫時到這一刻 仍然是危殆 我什麼都 其他事情不要說 如果一百八有什麼事 我相信 因為這些是正常人家 喝大了 你都不肯安樂 你說幾乎奔舟 又不肯被人承見 賣兩場球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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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帶你來戒賭 意思 走去沒有說 最多是最少駕駛 吵你了 吵你了 你吃白粉 吵你了 你吃煙你不會打阿伯 吵你了 吵你了 以這麼多資料來講 可能 都應該找得回了 但是我都照樣說 反正正做了資料 還有一段尋人啟示 但是有時候我都令到 會召回我 或者我們 有時候我們在商業都市 仍然的 有很多事情我們都忘記了 當然現在講個冷感性 但是其實 一出到去就說 生意這麼想 差大了 但是其實 真的什麼是重要呢 話說 其實是有一對 九十幾歲 移民了去美國的 公公婆婆尋人 找誰了 很多資料 他找姚勤輝 一個叫姚勤輝的人 這個姚勤輝今年四十餘歲 僑琴輝原本叫姚勤輝 找他的是什麼人呢 找他的是現在在三藩市 住的阿嬤 張惠蘭 是台山人 九十幾歲了 和她老公 殷慶群都是台山人 我的鄉下 我的鄉里 殷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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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交代到 伯伯還在嗎 殷慶 殷慶 和張惠蘭 張惠蘭 在八十年代 移居去三藩市 她一生裏 生了三男三女 那個兒子 就是殷忠媛 那個兒子 和廖佩琴 都是台山人 結婚之後 就生了個兒子 這個兒子 在九龍鳳凰新村 聖母醫院出生 出生日期 1981年3月2日 早上9點56分 就是現在找的殷家輝 資料很夠 很夠 八一年 就123歲 好了 她這家人 曾經住在九龍鳳凰新村 奉德道41至53號 安里大廈12樓F 殷家輝 即是個孫子 爸爸殷忠媛 在外地公幹 在家輝出生前的一個禮拜 就回到香港 殷忠媛 準備看家輝 放滿月酒前的一晚 因為心臟病去世 家輝 他們的劑 現在的劑 張惠蘭和殷群慶的兒子 年少去世 就剩下了一個月大的家輝 所以家輝應該就不會記得 他親生父父的樣子 那廖佩琴 即是家輝媽媽 在先生往生之後 就和家輝搬去陸陽新村 荃灣那裏住 之後改嫁了一個姓姚的男人 殷家輝就改姓姚 亦都改名了 叫勤輝 這個就是 剛才我們一開波 就說我們找 就是姚勤輝原名 殷家輝 就是這樣說 但是 姚勤輝再婚之後 就不知住在哪裏 再生了兩個兒子 即是家輝是有兩個同母義父的弟弟 這兩個弟弟都曾經在美國留學 現在就不知在哪裏 而聽聞姓姚的男子 即是家輝的後輔是組織東莞 同家輝一起做裝修工程 兩個父子都幾好感情 聽說住在荃灣區 現況不長 而廖佩琴的爸爸 即是殷家輝的阿公 廖榮燦和他妹妹廖說明 就是廖榮燦的妹妹 即是家輝的阿公 和家輝的 家輝的阿公 叫她孤姐 孤婆 孤婆住在美國 真的資料很多 其實很夠 1987年 家輝的阿爺阿婆 即是現在找家輝的阿欣群慶和張惠蘭 獲批移民三分市 出國前要求廖佩琴帶家輝來相見和道別 在阿爺阿婆離開香港前的兩三天 佩琴帶了家輝回到鳳凰新村安美大廈 和阿爺阿婆到別 跟著就沒有見過 從此就疏遠了 亡亂中 她又沒有拍照留念 當其實家輝已經六歲多了 希望她能夠記得起 曾經跟過媽媽來探望阿爺阿婆 此後 恩家去了美國之後 就再無法聯絡到家輝阿媽 三十幾年來 恩家一直試圖從各種渠道聯絡家輝阿媽 或者家輝本人 但是鳥無音訊 好了 阿爺阿爺阿爺就交代了 恩群慶 臨終都未能夠跟見法家輝 講一半句話就很遺憾 所以呢 她這一段尋人就說 如果 有人能夠給資料聯絡到家輝 或者姚勤輝 恩家會資助她們去美國三藩事件 阿爺一面 因為阿爺都九十幾歲了 有相關資料的時候 隨時可以聯絡這個手機號碼 九零三九二五五四 這個九零三九二五五四 姓鄭的這個人 其實是恩家的什麼人 我都不知道 但是呢 如果有這麼多資料 我覺得昨晚出的post 可能這樣應該找到 而香港 現在有媒體 我們看看一張相片 有一張相片 那個應該不是去美國前的 應該沒有六歲多 就是家輝和阿爺阿媽拍的相片 那這裡似乎不是香港 好像是說她們曾經回過台山 是不是那些 對 即不像是香港來的 那這裡 那手抱就是姚勤輝 就是恩家輝 阿爺阿媽 恩群慶 還有這個 張惠蘭 OK 好的 好休息一會